下面第二个 那我们前面谈到的呢 是这些这个比率都不变 对不对 那他说呢 如果某一年呀 这个公式当中涉及到的四个财务比率 哪四个财务比率呢 不就是这个RE分解出来的营业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权益成数 还有这个剩下的这一部分利润留存率吗 这四个财务比率呀 他说有一个或者是多个财务比率提高 那么在不增发新股或回购股票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什么呀 我就不是说哎 我各种增长率都相等啊 那么本年的实际增长率就会怎么样啊 超过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本年的实际增长率和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是个什么关系啊 大家还记得我们最开始进行概念明确的时候 那么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是站在上一年的基础之上 对本年进行的一个预期 对不对 那比如说啊 上一年啊 站的这个台子是这么高 他去预测呢 说哎 本年啊 跟我这些啊 这个一样高 所以我们站相同的台子啊 本年跟我一样高 站相同的台子 那么本年能够实现的一个增长 对不对 那这是上一年去对本年的一个预测 那他站在这个台子的基础之上 那但是本年真的如上一年的预测一样 跟他一样高的这个台子吗 我们说并不是的 对不对 因为他的这个比率怎么样啊 提高了 所以本年实际的这个台子呀 要更高一些 那么本年实际的增长率 不就超过了上一年啊 可持续增长率 上一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是假设啊 都跟我一样 那么你能够实现的一个增长率 但现在呢 我说啊 我跟你不一样啊 我比你站的更高了 那么所以我实际啊 实现的这个增长率 就要比上一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来的要更高 那后面说本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也会超过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为什么呢 本年的可持续增长率是怎么样啊 是假设下一年呢 和本年的水平一样 那么下一年预计能够实现的增长 下一年和本年的水平一样 那么下一年站的这个台子 是不是就更高了 是站在这样的一个高的台子的基础之上 进行的预测 那么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呢 是站在这个比较低的台子的基础之上 进行的预测 那显然本年预测出来的这个增长率 要比上年预测出来的这个增长率 要更高 因为它的指标提高了嘛 对不对 那也就意味着本年的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就是本年预测的这个会怎么样啊 会超过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那这个我们是讲的这个提高的情况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可以对应去类比 那么假如他说呀 这四个财务比率当中 有一个或者多个比率怎么样啊 下降了 那么在不增发新股 或者是回购股票的情况下 那本年的实际增长率呢 就会低于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我们还是想啊 实际 本年的实际和上一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那么上一年的可持续增长 那是假设什么呀 就是上一年 那他站在这个台子上 那上一年假设本年和上一年站的台子 是相同的 对不对 那是这样的一个啊 这个相同的台子 那这样我们说哎 那我这样的假设的情况之下 那我这个增长率就是相同的 但是现在告诉我们什么呀 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个比率 或者是多个比率下降了 所以本年呢 不再跟上年站的台子一样高了 本年的台子怎么样啊 就变低了 我降低了一个这个台阶啊 我站的这个台子实际就更低了 那我站在这个低的台子上 产生的这个增长率 就是我的实际的增长率 那当然要比预计的增长率怎么样啊 来的要更低一些 对不对 所以实际的增长率呢 就低于了预计的增长 那本年的可持续增长 也会低于上年的可持续增长 为什么呢 因为上年的可持续增长 我们画在这里 这是上年 他站的一个台子 那他的这个台子这么高 然后站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对本年进行预测 那本年的可持续增长是什么呀 站在本年 这个比较低的台子之上 对下一年进行预测 我站的这个起点 我就比较低了 那我预测出来的这个值 当然也会比较小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本年它的可持续增长率 就是本年预测的 这个下一年的这个值 那也会低于上一年 站在比较高的这个台子之上 去预测的这个可持续增长率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教材上面的这个例子 仍然呢是表2-16 根据期末股东悬议 来计算可持续增长率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三年的数据啊 20某二年 20某三年 和20某四年 那大家看一下 他们后面的这些 这个我们关心的指标啊 四个大的指标 营业净利率 期末总资产周转次数 期末总资产啊 除以这个期末的股东权益 还有利润留存率 这四个大的指标 在20某二年 20某三年 和20某四年 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们看 首先这个20某二年 和20某三年 你看营业净利率 20某二年 和20某三年 是相同的 总资产的周转啊 两年也是相同的 利润的留存 两年仍然是相同的 那么只有一个指标 四个指标当中 有一个指标 两年是不相同的 是哪一个呀 就是期末总资产 去除以期末的股东 期末总资产 去除以期末的股东权益 对不对 就是20某三年 大家看 它的这个权益成数 是1.56 20某二年 权益成数呢 是1.1818 我们说权益成数的提高 那主要啊 这个反映它的一个 资本结构的变化 对不对 那你看 20某三年 它的权益成数 为什么会提高呀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 具体的这些指标啊 那观察一下 20某三年和20某二年 对于权益成数 我们说权益成数 比较是考察它的这个 长期长债嘛 负债的这样一个比率 那你去看看 那你去看看20某三年的负债 负债是多少啊 是231 但是你看20某二年的负债 才多少啊 才66 所以20某三年 它的负债水平相较于20某二年 有了一个特别大幅度的提升 那么导致呢 它的这个权益成数相较20某二年 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们这几个增长率之间 是什么关系 那么首先呢 这个20某二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10%是什么意思呢 它假设呀 这个20某三年和20某二年啊 方方面面都一样 能够实现怎样的一个销售的增长 那这个是20某二年 对20某三年的一个什么 预计值 对不对 那20某三年 大家看 它的实际值是多少 实际的增长率是50% 那这个就是用20某三年的营业收入 这个减去20某二年的 再除以20某二年的 那你看它的实际值是怎么样 大幅度的高于了它的预测值 那么实际是5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那这个预测值你首先得知道它是怎么预测的呀 它假设要20某三年啊 这些指标都跟20某二年相同 它能够实现的一个销售收入的增长 增长 但是人家20某三年是和20某二年预期的一样全都相同吗 我们说并不是啊 那其中有一个指标是什么呀 权益乘数啊 这个权益乘数 20某三年相对于20某二年有了一个特别大的提升 所以它跟20某二年不再相同了 那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提升 那使得它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某二年对它预期的一个增长 那我们再来看 20某三年它的可持续增长率是13.64% 这个13.64%仍然高于20某二年的这个10% 为什么呢 20某三年的可持续增长率是站在20某三年的基础之上 对20某四年的预测 那它假设是什么呀 假设啊 这个20某四年跟20某三年的这些指标都完全一样 它能够实现啊 这个20某四年多大的一个增长 那大家看20某三年预测的基准本身就怎么样 这个平台就提高了 是不是人家这四个因素啊 是这样排列的 然后呢20某二年啊 这四个因素是这样排列的 那虽然说有三个因素都相同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 人家20某三年比20某二年来的更高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这个预测的基准本身就提高了 那它再去预测出来的可持续增长 也要比20某二年的可持续增长率来的更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 百分之十三点六四要比这个百分之十来的更高 好 那我们 但我们现在说的呢 是这个啊 有一个因素提高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四个啊 指标当中 其中这个权益乘数啊 20某三年 它通过这个负债的提升 然后有了一个大比例的权益乘数的提高 使得它的实际增长率 还有20某三年的可持续增长率都有了这个提升 那后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20某四年啊 那大家看20某四年 它的这些指标相对于20某三年和20某二年 又有哪些变化了呢 你看看这四个因素里面 首先 营业净利率仍然是没有变化的 对不对 然后期末总资产周转次数也是没有变化的 然后下面这个利润留存率呢 也是没有变化的 只有谁发生了变化呀 是不是又是这个权益乘数发生了变化呀 它由20某三年的1.56 变成了20某四年的1.56 1818 那这个1.1818 是不是又回归到了20某二年 这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啊 因为20某三年是一下子提的特别高 到20某四年呢 又回归到了这个正常的水平 我们可以看看它是怎么回归的呀 主要还是体现在这个负债上面 对不对 那你看20某四年 它的负债变成了多少 变成了82.5 那20某三年的负债是多少 是231 所以负债呢 有了一个大比例的下降 也就是它偿还了它大部分的负债 那么改善了它的这个资本结构 使得它的这个财务杠杆有所下降啊 又回归到历史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了 那我们去看20某三年和20某四年 这些增长率指标是怎样变化的啊 大家看20某三年可持续增长率是13.64% 那这个13.64% 那我们谈到了 它是站在20某三年的基础之上 对20某四年去做的一个预期 那么假设20某四年可以实现20某三年的这个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 20某四年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销售增长率呢 就是13.64% 那现在20某四年真的实现了20某三年的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了吗 我们说并没有啊 对不对 它的这个财务政策里面 它的这个负债比例大幅度的下降了 所以它并没有保持和20某三年一致的一个财务政策 所以导致20某四年实际的这个增长率 并不能如20某三年预期它的一个增长率所愿 对不对 那它预期呢 你说如果20某四啊 跟我一样啊 你就能达到13.64%的增长率 但事实上20某四啊 我说我跟你20某三不一样啊 我的这个基准就比你低了 我的这个这个负债啊 有一个大幅比例的下降 所以我实际也达不到说如你预期的一个水平 所以呢 这个地方实际增长率有了一个大幅度的下降 那比这个20某三年的可持续增长率来的要更低一些 那后面对于20某四年 它的一个可持续增长率去和20某三年可持续的增长率去做对比的话 那大家看20某三年可持续增长率啊 这个预期增长率 它假设什么呀 它假设20某三年的这一部分是可以在下一年实现的 那20某四年假设的是什么呀 是假设20某四年的这四个因素可以在下一年实现 那这是他们的这个啊 这个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个基准 然后去预测下一年 那你看20某三年人家基准就比20某四年来的要更高 对不对 人家这个权益成数啊 是这个1.56 20某四年呢 你才是1.1818 你就来的更低一些 你这个基准就更低 你去预测出来的这个值不也是一个更低的值吗 所以20某四年 它的可持续增长率呢 也要低于20某三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所以大家去判断的时候啊 你就首先你得明确 像我们最前面所说的啊 这个概念要进行明确 这个可持续增长率指的是什么 它是站在本年的这个基础之上 对下一年去进行一个预期 所以你理清这个逻辑 你再去理解 他们之间啊 到底谁更大啊 谁更小 那你就能更加的明白了啊 那其实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啊 公司如果想要维持这种啊 这个高速的增长啊 就是超过它可持续增长率的啊 这样的一个增长 那往往是不具有这种啊 长时间的这种持续性的 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2013年啊 确实啊 这年增长的非常的高 但是它的财务政策呢 不可持续 那到2014年就又回归到了一个平均的水平 好 那最后我们说这个如果公式当中啊 四个财务比率已经达到企业的极限 因为四个财务比率啊 相乘除以一减四个财务比率相乘 那他们每一个啊 这个增大的话啊 我说一般情况下啊 那不考虑那种极限的啊 什么等于0等等这样的情况 那么如果每一个啊 这个增大的话 那么整个的这个啊 这个啊 最终的这个销售啊 增长率可持续增长率就会提升 对不对 那如果这四个财务比率啊 你说都已经达到极限了啊 每一个都没有办法再提升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只能通过增发新股去筹集资金 才能够去支持这个销售的一个增长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看他的可持续增长率 还有实际增长率是怎样的关系 那么如果这四个财务比率都不变 我们说本年的可持续增长率和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是相同的 那同学可能会觉得有点不理解啊 你现在不是说这个要增发新股了吗 然后啊 虽然这个前面啊 比如说这些指标都没有变化 那怎么增发新股之后 还能得到本年的可持续增长和上年的可持续增长是相等的呀 那么大家想 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 我们在算的时候 前面是不是就用了那四个指标啊 就是这个啊 我们提到的这个RE去乘以一个利润留存率 然后把RE做一个杜邦分解 就是这四个指标啊 然后它去影响了一个啊 这个最终的可持续增长率 那么我根据这四个指标 那现在告诉你是其实本年和这个上一年啊 那这个四个指标怎么样 都是相同的呀 对不对 因为它都已经达到极限了 没有办法再变化了 所以我根据这些相同的指标去计算出来的可持续增长率 应该也是怎么样啊 也是相同的啊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是这个样子 我们画两个平台啊 那前面这个啊 比如说这边啊 这个是啊 这个啊 上一年的 上一年 它的可持续增长率是站在它的这个四个指标啊 这个平台的基础之上 那同时假设什么呀 假设下一年啊 它不要啊这个这个增发新股或者是啊 这个啊 这个回购股票啊 就不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动 那它能够在这个销售收入实现的一个增长 那这是这个上一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那本年的可持续增长率是什么呀 本年呀 假设下一年 我只是假设啊 那这个地方也是啊 我只是上一年假设 我们写一下啊 假 写一个假 假设本年 上一年假设本年 不发股利 那同时啊 不是不发股利啊 这个不发新股或者是回购 不发新股或回购股票啊 然后呢 这个四个指标又都不变 那假设的这一部分啊 是我上一年啊 假设本年啊 是不发新股的 那然后这个四个指标又不变啊 能够实现一个怎样的增长 这是上一年的可持续增长 那本年的可持续增长是什么呀 我也是这四个指标 那假设啊 这个下一年 假设下一年呀 我不发新股 那我这个下一年 能够啊 维持我的这四个指标不变 而且呢 不发新股 我能够实现的一个可持续增长率 这是我们在可持续增长率计算的时候啊 所这个所用到的啊 那大家看到 我们刚才说了啊 我这个是上一年假设本年 不发这个新股 那本年呢 是本年假设下一年 不发新股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这个只是假设呀 对不对 我只是假设不发新股 所以这个发不发新股 它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去影响到 我的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 所以呢 本年的可持续和上年的可持续 那都是对下面的 就是对他们本身下面的那年的一个预测 对不对 因为对下面发不发新股啊 是假设的 那这个四个比率才是影响它的一个实际的计算的 所以呢 假设的部分 那我这个假设 而且两年都相同啊 对不对 我这个前面也是假设不发 那后面也是假设不发 是不是 那前面的这个财务比啊 这个财务政策 还有它的这个啊 经营效率又都是相同的 站的台阶相同 然后他们的假设也相同 所以他做出的预测怎么样啊 也一定是相同的 也就是本年的可持续增长 就等于上年的可持续增长 但是 我们说它小于本年的实际增长 为什么呀 因为你只是上一年啊 假设本年不发这个新股 但是本年怎么样啊 真正是通过增发新股 然后去这个筹集了资金 所以呢 我打破了本年的实际呀 打破了上一年的这个假设 那本年的实际 不就要比上一年假设出来的 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要来的更高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是会小于本年的实际增长率的 下面我们来看 超过可持续增长率的资金需求 我们说 是不是可持续增长率 就是一个极限 企业的这个增长呢 就一定不能超过可持续增长率呀 那其实呢 关键问题就在于 如果你超过了可持续增长率 那么多出来的那一部分资金需求 要如何来解决 也就是超过可持续增长率的资金需求 如何解决的问题 那如果是超过可持续增长率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最初关于可持续增长 这样一个可持续状态的假设就不再成立了 也就打破了我们最初的 一二三四五五个假设 那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在计算可持续增长率的推导过程当中 用了什么假设呢 我们回忆 那前面我们谈到假设二 假设三 假设五 那大家想一下 假设二是什么呀 我们说第一部分 我们这个假设分成三个大的块来记忆 第一大块呢 是经营效率 经营效率里面是这个 薄利多销利 对不对 第一个是利营业竞技率 第二个是多销 是总资产周转率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是总资产周转率 那么第三个 那就到达我们的这个财务政策 是外部的 所以是权益成数 第五个是Damblin的那一个 对不对 是他的这个 这个股份的一个变化 他不发新股 也不会购股票 我们只用了假设二三五 我们最终呢 就推出来 可持续的增长率 就等于这个 这个新增的这一部分 这个留存收益 去处以一个 期初的股东权益 这是我们在推导 可持续增长率的时候 所用到的假设 那不论呢 是从这个期初 股东权益的计算 还是从期末 股东权益的计算 其实最开始都是不变的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里面就不再赘述了 都是假设二三五 我们最后就直接 推出了这个式子 那既然推导这个公式呢 是用了假设二三五 那其他的假设 我们暂时没有用到 那所以大家想一下 什么时候 可以直接利用我们前面 推导出来的那个可持续增长率的公式 去进行相关的一个测算呢 我们这里面又把这几个假设列出来啊 三大块经营效率 财务政策 还有最后单独的这个假设 我们说假设二 假设三 假设五 是我们推导可持续增长率 等于什么什么的时候 用到的这个假设 那谁没有用到呢 不就是假设一和假设四 没有用到吗 那既然假设一和假设四 它没有用到我们的公式推导当中 那就意味着假设一或者是假设四 被打破的时候 我们推导出来的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那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公式仍然是成立的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说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利用前面的这个公式呢 那也就是假设一或者是假设四 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能直接利用公式 怎么去利用公式呢 其实就是知四求一的一个过程 大家想啊 我们前面的这个公式是什么呀 是可持续增长率等于四个因素相乘 那这个是打引号的这个 这个这个权益成数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用期末的来计算的话 那就是这个一 那就是四个因素相乘 除以一减四个因素相乘 这是可持续增长率等于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公式 那可持续增长率本身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呀 它就是一个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啊 对不对 所以那其实就是销售收入增长率 等于四个因素相乘 除以一减四个因素相乘 那这样的一个方程 它里面有几个参数啊 是不是可持是个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是一个参数 然后后面四个因素是四个参数 如果我们说用数学的语言给它表示一下 那么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k来表示啊 当然这里面 它其实就是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对不对 那它应该是x1 x2 x3 x4 这四个因素的一个影响 对不对 那就是四个因素相乘除以1减四个因素相乘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函数啊 那我们这里面为什么说哎说叫之四求一的一个过程啊 现在啊它不叫说是这个可持续增长啊 它打破了我们的假设 所以它不再是一个可持续的状态 但是这个增长率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我们仍然是可以用这个公式进行计算的 那它往往会告诉你什么呢 说啊 我现在要实现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比如说啊 是啊 20% 那这个20% 它超过了我测算出来的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所以是一个高增长的状态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就变成一个已知数了 那后面呢我们说哎四个因素嘛 对不对 那四个因素 那往往呢会告诉我们三个因素 比如说那他说这个啊 这个前面的这个总资产啊 周短率不变呢 权益成数啊不变呢 然后啊 这个鼓励支付率不变呢 这个假啊 这个呃 所有者权益增加的所有者权益也等于增加的留存收 也就是后面的假设后面的2345都没有被打破的话 那么相当于我们在这里面呢 知道了三个因素 比如说知道了啊 总资产周短率 知道了权益成数 知道了这个啊 鼓励支付率 那这几个因素知道了 我们要求什么呢 就是求前面说营业经历率得达到多少呀 那我们用的不就是这个公式了吗 相当于啊 这个是已知了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三个因素是已知的 然后反过来去求一下变动的被打破的那个因素 为什么可以这样去计算呢 就是因为假设这两个被打破的因素 它就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个公式的计算 只不过这个时候这个公式它的这个增长率呢 我们就不把它称之为可持续增长率啊 是一个打引号的可持续增长率 事实上它就是什么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你就冰来降挡水来土坚嘛 对不对 你是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那你要达到多少啊 你告诉我就好了 我把它放在等式的一边 然后右边啊 那我就看看你这几个因素里面 到底啊 是这个因素一变动了 还是因素四变动了呀 那其他的不就都没变吗 都没变的话 我就把它放进去 然后直接利用我们前面的这个公式 把变动的那个给它倒求出来 解方程就可以了 所以是知四求一的这样的过程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半天啊 大家可能觉得啊 这个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所以我们用这个具体的例子啊 来帮大家去这个看一下 它是怎么做的啊 那比如说呢 还是我们教台上 H公司这个例子啊 它在20某一年啊 营业收入呢 是1000万 然后净利润是50 现金股力是20 期末的股东权益啊 330 负债呢 是60万 总资产呢 是390万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教材上 2-4 它在20某一年的那个表里面的相关的数据啊 我就把它摘抄过来了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要求啊 它说呢 若公司不增发新股货 回购股票 然后预期 20某二年 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是多少啊 是15% 那同时呢 它说保持20某一年啊 这个总资产周转率 权益成数和利润留存率不变 那问 营业净利率要达到多少的一个水平 那大家看看啊 这道题问我们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解读一下 你看我们在前面去计算这个 这个H公司 它的可持续增长率的时候 20某一年 根据它报表里面的数据 我们算出来 它的可持续增长率是多少 是10% 对不对 那10%是可持续的增长 平衡的增长 但是 它现在告诉你啊 我的这个20某二年啊 预计的这个增长率啊 不再是10%了啊 那超过了我的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那为什么是20某二年的这个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去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啊 这个20某一年的可持续增长率10%去对比呢 大家想一下啊 20某一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不就是对于20某二年增长率的一个预测吗 对不对 它是一个预期值 那我原来啊 预期是10% 我现在告诉你啊 预期是15%超过了10% 达到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怎么去实现呢 那如果全部按20某一年的这个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来 我20某二年就达不到15%的状态了 我只能达到10%啊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我们想问问20某一年的相关的指标要如何变化 才能使得20某二年达到一个高增长的状态 那我们具体去看看20某一年和20某二年中间有哪些差异 它在增长的过程当中 可持续增长率的哪些假设仍旧延续哪些假设被打破了 那我们看 首先 如果公司不增发金股或回购股票 这是假设几啊 是不是假设五呀 那个单不愣的假设 对不对 然后保持20某一年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是假设几啊 假设二 对不对 权益乘数 权益乘数是 假设三 利润留存率是什么 假设四 那问的是营业净利率要达到多少 所以大家看我们这个题目 它只有哪一个假设被打破了 就是假设一 营业净利率被打破了 他问营业净利率要达到多少 而不是说我营业净利率维持和上一年一样的水平 因为如果营业净利率也维持和上一年一样的水平 那我一二三四五都成立 我二零某二年只能增长百分之十 我就增长不了百分之十五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想要增长百分之十五 我营业净利率得变成多少啊 那假设一被打破了 那我们前面说 假设一它怎么样啊 没有参与到我们关于销售增长率的 这个公式的一个推算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公式 进行一个知四求一的过程 公式这个函数给到我们了 就是四个相乘啊 除以一减四个相乘 就等于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那现在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是多少啊 百分之十五 后面那四个因素啊 只有这个营业净利率没有告诉我们 剩下其他的相当于都告诉我们了 因为和前面保持一致 对不对 所以呢那我们就假设这个什么 营业净利率等于X 我们把它带进去 就能够得到它的营业净利率 需要达到的这个水平了 我们说哎这个啊 假设啊二三五没有被打破 所以呢 这个函数关系仍然是存在的 对不对 那销售的增长就等于啊 这个四个相乘除以一减四个相乘 我们这里面就把它这个呃 前面的那个三个因素呢 就减写成RE了啊 然后那预计增长率是多少啊 是百分之十五 然后右边啊 把这些因素已知的三个因素 给它带进去 那么唯一未知的列为X 就是营业净利率 然后求解这个方程 那我就得到哎 营业净利率 我就不能再跟20某一年 保持一个相同的水平了 我得啊 这个比20某一年来的要更高一些 才能够实现 比20某一年 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更高水平的一个增长 好 刚才呢 我们看到的是 假设一 营业净利率保持不变 被打破了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第二个问题 他说呢 若公司不增发新股 或回购股票 哎 这个是假设计啊 是不是假设五啊 假设五仍然成立 然后 一期20某二年 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呢 是百分之十五 我们看 这个百分之十五 仍然超过了 它的百分之十的一个 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那达到了一个 高增长的状态啊 那保持20某一年的营业净利率 第几个假设呀 第一个假设 对不对 总资产周转率 第二个假设 权益成数 第三个假设 不变 问我们什么呢 利润留存率要达到多少 利润留存率是第四个假设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题目 你看哪些假设被打破了 哪些假设没有被打破呀 是不是假设四被打破了 然后假设一二三五 没有被打破呀 那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假设一或者是假设四 它没有参与到我们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收入增长率的一个计算过程当中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仍然可以用这个收入增长率的公式 去选择 知四求一 这样去求解这个方程 所以呢 这道题啊 大家看到 二三五没有被打破 所以这个公式仍然是成立的 那现在问你 这个预期的销售增长率呀 是多少啊 是百分之十五 然后这四个因素分别是多少啊 那你把它已知的带进来 那就是跟上年一样的这些带进来 哪个是不一样的呀 利润留存率是不一样的 那把它设为X 那最后呢 我们求X去 这个求解等于零点八六 所以那我们就回答了前面的问题 说利润留存率要达到多少啊 要达到这个 这个百分之八十六啊 那原来是多少 原来是零点六 是百分之六十 对不对 那所以这样 它的利润留存率跟去年不一样了 它留下来的更多了 那么才能够去支持 它这个高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那这是我们第二个啊 那下面再来看这个第三个 他说呢 若公司不增发新股或回购 回购股票 那么首先反映第几个假设呀 第五个假设 对不对 然后 毕竟二零二 二零某二年呢 这个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是 百分之十五 仍然高于它的这个 呃 百分之十的一个 呃 这个 可持续增长率 对不对 还是处于一个高增长的状态啊 然后保持二零某一年 什么不变啊 大家看 营业净利率 那你反映 营业净利率是第几个假设呀 是不是第一个呀 权益乘数 权益乘数是第三个假设 利润留存率是第四个假设 那问总资产周转率要达到多少 你看总资产周转率是第几个 是第二个假设 对不对 那他现在问的呢 是总资产周转率要达到多少 也就是说我二零某二年的总资产周转率 跟二零某一年的总资产周转率怎么样 不再一样了 那这个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大家看 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就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我们前面说 哎 假设二三五没有被打破的时候 我们直接啊 还是利用这个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啊 等于四个因素 除以这个一减去四个因素相乘 直接去利用这个公式 去求解方程就可以 但是现在假设二被打破了 我的这个总资产周转率 不再跟去年一致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 这个公式呢 就不成立了 我们就不能直接再简单的 我把这个公式写上啊 然后把这个对应的这个 这个数啊 都给他填上 我再做一个知四求一的过程 就错了 我们就不能利用这个公式来做了 那这个时候你说 怎么做呢 我们就看到底谁变了 谁没变 从没变的出发 首先呢 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是15% 谁没有变化呢 大家看 第一个 营业净利率没有变化 那营业净利率等于什么呀 等于净利润去除以营业收入 因为营业净利率不变 那就意味着 这个净利润和营业收入 应该是同比例变化的 对不对 那么销售收入增长了15% 那我问净利润增长了多少啊 净利润是不是也增长了15%啊 那我乘以一个啊 原来的净利润我是有的呀 对不对 我在原来的这个净利润啊 我们翻过去看一下 原来的净利润是多少呀 原来的这个净利润是50 对不对 那原来的净利润50 我去给它乘以一个 1加上15% 那得到的就是我20 某二年预计的一个净利润了 对不对 那这个预计的净利润求出来之后 那它还告诉你什么呀 利润留存率不变 我们前面利润留存率是多少啊 利润留存率是60% 那我再乘以一个对应的利润留存率 我得到的是什么呀 就是20某二年新增的这一部分留存收益 对不对 那新增的留存收益 前面有一个假设五 它说公司呢是不增发行股 或者是回购股票 所以新增的留存收益 它就是什么 股东权益的变动了 对不对 那么原来的股东权益是多少啊 我们看一下啊 在前面 原来的股东权益 原来的这个是330万 是不是 那330万是原来的 我加上什么呀 我加上这一部分新增的 那不就是我在这一年 在20某二年期末的一个股东权益了吗 对不对 我把股东权益求出来了 那它还告诉我什么呀 权益成事不变 是不是权益 有了权益成数是上一年的权益成数 我直接沿用就可以 那这两个如果我给它相成得到的就是什么了 是不是可以把下一年的总资产就求出来了呀 那总资产求出来之后 总资产的周转率是多少呀 那不就是用营业收入去除以总资产吗 营业收入是多少啊 营业收入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增长了15% 它乘以1加15% 就等于20某二年的一个预计的营业收入 这两个例除得到总资产周转率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给到的这个答案啊 那首先呢就是说你要去判断一下 我们说二三五不变的时候才可以直接解方程 那现在呢假设二被打破了 所以不能直接根据这个课持续增长率的公式来计算 我们只能从谁不变 然后开始往这个往后一步一步的推 那么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是15% 谁不变呢 营业净利率不变 对不对 营业净利率那就意味着净利润和销售收入同比例的增长 那净利润我们求出来了 它有不增发新股或者是回购股票 然后呢利润留存率也不变 所以那我就可以得到什么新增的这个这个这个流存收益 是不是新增的流存收益 那再加上我前面的这个股东权益 就可以得到期末的股东权益 那又因为权益成数不变 那我有了权益了啊 有了这个权益成数了 我是不是就能够把总资产给他测算出来呀 那题目问我的是什么呀 总资产周转率等于多少 那不就是用这个营业收入去除以一个总资产吗 营业收入增加了15% 那就乘以一个 一加15% 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啊 假设二被打破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他说呢公司啊还是不增发新股或回购股票 那大家看这个是假设计啊 假设五 假设五仍然成立 对不对 那预期呢 20某二年销售收入增长率是15% 还是超过了他的这个可持续增长率啊 处于一个高增长的状态 保持什么不变呢 那也就是什么没有被打破呢 我们说第一个营业经历率 营业经历率是第几个假设呀 第一个假设对不对 总资产周转率啊 第二个假设 利润留存率第四个假设 那问权益成数要达到多少 权益成数是第三个假设呀 那大家看 哎这个时候啊 假设三倍打破了 那我们说二三五推出这个公式 所以假设三倍打破了这个公式 仍然是不能直接适用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跟前面一样 对不对 看看到底谁变了 谁没变 那么首先呢 是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是15% 营业经历率没有变 利润留存率没有变 然后呢 公司也不增发薪股 或回购股票 大家在我们前面的这道 这个例子当中 是不是 哎 你就可以推出什么呀 哎 我增加的这个股东权益 然后再加上原来的这个 期末股东权益 我就可以把新的 期末股东权益算出来呀 对不对 因为这个营业经历率没变 那么经历润和营业收入 保持同比例的一个增长 那么所以经历润乘以一个 一加15% 那就是这个新的一个经历润 那新的经历润有多少留下来了呢 我把新增的这一部分 留存就算出来 那又因为假设五成立 所以呢 我的期末股东权益 就是在原来股东权益的基础之上 加上新增的 这是我们上一道提供谈到的 那大家看 他让我们算的是权益乘数 权益乘数是什么呀 资产去处以权益 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权益了 那资产是多少 总资产周转率是不变呀 对不对 那么总资产周转率不变 就意味着总资产和收入 是同比例变化的 收入增长了15% 那么总资产也增长了15%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总资产算出来 那总资产再去处以权益 不就等于权益乘数了吗 所以这道题也比较简单啊 大家看 假设三被打破了 我们还是不能直接去运用公式 那么前面啊 是把这个股东权益给他求出来 这个跟我们上一道题是完全一样的啊 然后呢 总资产周转率又不变 所以他也增长了15% 那这样总资产 总资产啊 我们有了权益 我们有了啊 这样一除得到的就是权益乘数了 那你看为了维持这个高增长15%的一个水平 他的这个权益乘数事实上是比20某一年有了一个提高的 对不对 最后我们来看第五个问题 他说呀 如果公司预期20某二年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呢 是15% 是一个高增长的状态 保持20某一年啊 营业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全益乘数和利润留存率不变 那这个分别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假设1234了 然后问公司需要新发行多少股权资金 那假设几发生了变化呀 因为前面我们都是说不这个增发新股啊 对不对 那现在他说要增发新股了 假设五发生了变化 那仍然呢 是不能直接去使用前面我们得到的这个公式去计算啊 还得这个看到底谁变 谁没变去进行一个推演 那这个情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 为什么呢 大家看啊 它的整体的这个相关的指标 营业净利率呀 总资产周转率呀 权益乘数啊 利润留存率都没有发生变化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去讲解的时候 我们谈到过啊 假设1234我们可以推出什么呀 是不是推出一系列的这些指标 都等于他那个可持续增长率呀 对不对 我们在推的时候只用了假设1234 那就推出来 它的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等于它的这个资产的增长率 等于负债的增长率 等于啊 这个啊 这个鼓励的啊增长率啊 等于权益的增长率啊 等等等等 那一系列的增长率 所以大家看这里面 哎因为这些指标1234没有变 所以是不是我们那些一系列的增长率都相等 也是成立的呀 那现在告诉你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呢 是15% 所以我后面的一系列的增长 是不是也都是15%啊 比如说有谁的增长啊 股东权益的增长率 是不是也是15%啊 如果股东权益的增长率是15% 那我问你 股东权益的增长额是多少啊 不就是在股东权益期末值的基础之上 我给他乘以一个15%的增长率 就得到股东权益的一个增长额了吗 那股东权益的增长额是怎么提供的呢 我们说哎 一部分是通过内部的留存收益提供的 那另外一部分 当然就是他新发行的股权资金 所以我用股东权益的增长额 减去内部留存收益提供的这一部分 那得到的就是他需要新发行的股权资金了 那内部留存收益提供了多少呢 我们前面啊 大家可以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他的这个最开始所说的 那他说呢 这个净利润呢 是50万 现金股利是20万 他的留存收益是多少啊 20某一年 他的留存收益是30万 对不对 那么留存收益的增加额的增长 他也要跟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 这个一系列的增长 这个增长率是相同的 对不对 那也就是这30万 那是前面一年这一年当中所增加的留存收益啊 是留存收益的增加额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流量指标啊 那前面一年所增加的留存收益是30万 那我问你 在前面一年的基础之上增加了15% 那我新的一年又提供了多少留存收益啊 是不是30乘以1加15%啊 因为他的增长率也是相同的嘛 哎 有同学说 这里老师你是不是写错了呀 那30增长 那不应该是30乘以15%吗 怎么是30乘以1加上15%了呢 我们说30它本身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流量的概念 对不对 那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在去年啊 这一段时间它产生了30 那么今年我问你这一段时间产生了多少 那比去年多多了这个啊 15% 所以今年这一段时间是不是30乘以1加上15%啊 它并不是30乘以15% 因为它是一个流量的概念啊 那所以那今年这一段时间 那它多增加了多少这个啊 留存收益呢 我们也算出来了 那增加的股东权益啊 我们知道了是用股东权益的这个期末的数值 去乘以它的这个啊 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百分比对不对 乘以15% 这个地方为什么就直接乘以15%了呢 因为股东权益是个什么 是个存量值 它是在这个基数的基础之上增长15% 那这一段时间增长了多少啊 不就是这个基数去乘以它的增长率等于它这一段时间的增长额了吗 对不对 那总的股东权益的增长额减去留存收益所提供的这一部分增长额 那剩下就是我需要发行的这个股权的直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说假设五被打破了 不能直接去运用公式 那根据已知条件啊 我们这一系列的增长率都相等 那期末的这个股东权益增加了多少呢 存量 对不对 存量的增加值是直接用这个存量去乘以它的这个增长的百分比 增长了这个49.5% 这个增长怎么提供的呢 留存收益和它的这个外部的股权融资 留存收益提供了多少啊 那去年啊 这一段时间是30 那今年这一段时间啊 增长了15% 那是多少啊 是34.5% 那这个新发行的股权资金 那就是他们两个去作产 那你说老师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啊 我可能没有啊 没有想到说前面啊 那一系列的啊 那些比率都相等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就没法做了呢 并不是的 我们还是说从谁不变啊 谁变了去出发 一个一个你也能把它推算出来啊 比如说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是15% 谁不变呢 总资产周转率不变 那所以总资产也增长了多少 也增长了15% 那总资产有了还告诉你权益乘数不变 那权益乘数不变 总资产有了我期末的权益是不是就知道了 那另外营业净利率不变 而且利润留存率不变 那么净利润也增长了15% 对不对 那净利润变成多少了呀 那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变成了57.5% 那这57.5%里面啊 因为利润留存又不变吗 这57.5%里面有60%留下来了 那所以新增了多少股权资金啊 那这个是期末的股东权益 那新增的股东权益是什么呀 你得用期末的减去期出的 对不对 这是新增的股东权益 新增的里面在减去有内部提供的 内部是34.5% 也得到最终的通过外部股权融资来求得的 那是15万这样一个数额 所以怎么都是可以的啊 你说减变的我想不到 那我就一步一步来 也是可行的 可持续增长率最后一个知识点 我们来学习 基于管理用财务报表的可持续增长率 同学可能会问了 因为前面我们算了半天 都是基于传统报表 那有没有基于管理用报表的可持续增长率呢 那我们说也是可以计算的啊 首先基于管理用报表 那它同样也有对应的假设条件 还有相关的推论 大家看 这个时候假设条件 跟我们前面基于传统报表的那个假设条件 是不是也非常类似啊 你看同样的 是不是啊 五个假设 对不对 然后这五个假设怎么去排序呢 那你看前面两个事实上说的还是什么 它的经营效率 对不对 然后后面两个三和四说的是什么 它的财务政策 外部的和内部的 那最后剩一个单不愣的 就是这个它的这个股份的一个变动啊 不打算增发新股 也不打算进行股票回购 整体的顺序都是一样的 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呢 你看上去好像也是一样的 但是内部呢 稍微发生了一些调整 比如说 大家看 我们在衡量经营效率 这一部分 它的这个资产周转的时候 那我们在传统报表当中 用的是什么呀 用总资产周转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到了这个管理用的报表 我们就不用总资产了 我们用什么呀 我们用净经营资产的周转率 所以根据这个假设 我们得到的推论是什么呢 是净经营资产周转率不变 那除了经营效率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对应的管理用报表的调整 那还有什么呢 就是财务政策里面 我们也得去做对应的调整 你前面不是净经营资产吗 那我们后面大家想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是什么 净经营资产等于净负债 加上一个权益 所以我们后面去谈到负债 谈到它的这个外部的这个 这个融资政策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呀 是净负债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看第三个假设 那么它的推论就是净财务杠杆 我们前面讲这个管理用财务体系的时候 净财务杠杆等于什么呀 就是净负债去除以权益 所以在假设二和假设三当中 那分别呢 对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做了调整 那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管理用报表 基于它的一个这个可持续增长率的前提假设条件了 除了假设二和假设三发生变化 那么假设一 假设四 还有假设五 都是和传统的报表相一致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基于管理用报表如何去进行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 我们教材上呢给了两种方式 一个是根据期初的股东权益 一个是根据期末的股东权益 哎 大家看到这两种方式是不是就会联想到 我们在根据这个传统报表去计算可持续增长率的时候 也是从这两个角度出发 对不对 一个呢是根据期初的股东权益 一个是根据期末的股东权益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自然的联想一下 哎 我根据管理用报表所计算出来的可持续增长率 与根据传统报表所计算出来的可持续增长率 会不会有所差异呢 大家可以想象啊 那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呀 他们两者之间是怎么样啊 不存在差异的 我们首先回忆一下 根据这个传统的财务报表 我们所计算出来的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它等于什么呀 在那些假设成立的前提条件下 那么我们说可持续增长率等于什么呀 如果我们用期末的啊 来这个啊 这个推算的话 那就是一减去RE去乘以这个利润留存 利润留存率 然后分支这个RE乘以利润留存率 对不对 所以它主要呢就是受RE和利润留存率的影响 那你看RE是什么呀 权益净利率 怎么算呀 净利润去除以权益 哎 这个利润留存率是什么呀 这个留存下来的这一部分 去除以啊 这个啊净利润 对不对 那大家看 哎 这个净利润去除以权益 净利润来自什么呀 来自这个啊 你说我们在这个传统报表里面啊 来自这个利润表 对不对 然后净利润出以权益 权益来自什么呀 权益 来自资产负债表 那我们前面讲过 在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还有这个管理用的利润表当中 他们都有各自和传统报表的一个联系点 对不对 那么管理用资产负债表权益 它是等于传统资产负债表的权益项 管理用利润表的利润啊 这个净利润是等于传统利润表的净利润项 所以你综合去看下来 哎 说我这个最终去影响可持续增长率的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净利润还有这个权益 包括我利润里面到底有多少留下来了 对不对 那说的还是利润的事情啊 所以呢 整体看上去 哎 不论是管理用报表 还是这个这个传统的报表 因为他们都相同啊 这个管理用利润表啊 这个利润是相同的 这个净利润是相同的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权益是相同的 所以我根据它去计算出来的可持续增长率 一定也是相同的 不会说我根据管理用报表 计算出来的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比根据传统报表计算出来的可持续增长率 来的要更大或者是更小 它一定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秉承着这样的一个这个思路啊 我们来看看可持续增长率 在管理用体系当中如何去计算 那这里面呢 仍然他说根据七初的权益去计算 那我们回忆一下传统的 我们把它映向到这个管理用的报表体系当中啊 那你想我们是根据假设去推演的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了半天了 到底哪些假设能够推出 我们想求得的这个公式啊 就是假设二三五 对不对 那大家看到前面 这个管理用财务体系当中的这个假设的排序 和我们前面这个传统体系当中的排序 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 那我们就去看看 哎 这里面的假设二三五能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结论呀 首先那么这个假设二 净经营资产周转率不变 那么净经营资产周转率等于什么呀 营业收入去除以净经营资产 那也就意味着营业收入和净经营资产是同比例变动的 对不对 那这个可持续的增长率是营业收入的增长 所以呢 这个时候哎 可持续增长率就等于净经营资产的一个增长率了 那么假设三 假设三说的是什么呀 净财务杠杆不变 净财务杠杆等于净负债去比上权益 所以呢 权益和净负债是同比例变动的 那又有什么呀 我们在管理用的资产负债表当中 净经营资产就等于净负债加上一个权益 对不对 因为净负债和权益是同比例变动的 那么所以净经营资产净负债和权益还是同比例变动的 那前面我们得到可持续增长率就等于净经营资产的增长率 那现在是不是可持续增长率等于净经营资产增长率 等于净负债增长率 等于股东权益的增长率 我们又来到了股东权益的增长率这个指标 那仍旧我们利用假设五 他说呢 这个不愿意或者不打算增发新股 那么股东权益的增长率怎么测算呀 增加的股东权益去除以七出股东权益 对不对 那增加的股东权益是不是就是增加的留存收益呀 所以呢 仍然我们得到了这个跟传统的这个报表体系相一致的计算结果 虽然中间啊 是这个净经营资产啊 周转率和净财务杠杆 但最后还是推出了 他等于股东权益的增长率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根据七出的来计算 那么最后得到的就是什么 七出权益本期净利率再乘以一个本期的利润留存率 所以这一部分的推算呢 与传统的报表是完全一样的 那你说不一样体现在哪里呢 我们后面是不是就要对这个七出权益本期净利率给他做一个分解了呀 那前面我们去分解的时候是怎么去调整的呢 这个七出权益本期净利率我们是用营业收入和总资产分别去调整的 那么最终呢 是得到三个因子 那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考虑的是管理用的报表 我们就不能再用总资产去调整了 你用谁去调整啊 是不是就是用净经营资产进行调整啊 那么首先是用营业收入进行调整 那么净利润去除以营业收入 那得到的呢 就是营业净利率 然后营业收入除以谁呀 除以净经营资产 那得到的呢 是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 那后面是净经营资产去除以一个权益 除以七出的权益 所以是净经营资产啊 期末净经营资产七出权益成数 那最后呢 是本期的利润流存率 所以整体上来看 它与传统报表七出的计算结果是完全相同的 只不过有哪里的这个差异呢 就是我们打引号了这个ROE啊 我们为什么这个地方打引号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调整的时候是七出嘛 它这个七出七末不太对应 所以我们给它打个引号 但它实质上都是这个这个ROE啊 那ROE它在分解的时候略有不同 那在管理用的报表体系当中 我们用净经营资产去给它做相关的分解 那这是根据七出的来计算 根据七末的去计算不也是完全一致的结果吗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 那根据七末去计算 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ROE乘以利润流存除以一个1-ROE乘以利润流存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进行调整 给谁进行调整啊 给这个ROE进行调整 我们调整的时候同样跟我们前面是非常类似的 就不能再用总资产进行调整了 而是用什么 而是用净经营资产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对应呢 就得到净经营资产的周转和净经营资产权以乘数 所以呢 这里面的提示也是啊 它和传统的报表呢 大家看这个地方的结果是完全相同的 只是在什么呀 ROE分解的时候是略有不同 传统呢 是直接用总资产进行调整的 那这里面呢 我们是用这个净经营资产做一个对应的调整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道单选题 它说呢 假公司处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状态 预计2019年末 净经营资产是1000万元 净负债是340万元 哎 那你就反映一下啊 净经营资产知道了 净负债知道了 那这两个意见得到的是什么 就是股东权益 年末的股东权益 对不对 2019年 营业收入呢 是1100万元 净利润是100万元 股力支付率是40% 问我们什么呢 2019年可持续增长率是多少 那乍一看 好像这个是一个根据管理用报表去计算可持续增长率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呢 万变不离其宗啊 它实质上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对于这个利润和这个权益的一个相关的计算 对不对 所以不论是管理用还是传统都是相同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谈到的是什么 是年末的 对不对 那年末的话 我们选用的这个计算公式是不是就是这个RE乘以一个利润留存除以1减RE乘以利润留存呢 那RE等于多少利润留存等于多少我们把它算出来直接带到这个公式里面就可以求出它的可持续增长率了 对不对 那RE等于多少呀 我们说净利润去处以权益 大家看净利润告诉我们了100万 权益是多少啊 那前面啊这个净经营资产啊知道了净负债这两个意见就是权益 所以那他再去处理这个权益得到的呢就是RE了 对不对 利润留存率是多少 股利润支付率是40% 所以利润留存率就是60%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算的时候呢 直接把它带入到我们的这个公式当中啊 RE乘以利润留存除以一个1减去RE乘以利润留存 所以这道题呢我们应该选择4D10%这个选项 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本章小节 那这一章呢属于我们教材当中一个比较难的章节 涉及到的知识点呢相对也比较多一些 首先第一个因素分析法 那我们在讲的时候呢 我们谈到了这个连环替代法还有差异分析法 那他在这个管理用啊 这个报表体系 还有这个传统的杜邦分析体系当中 都是非常容易考察到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基于传统财务报表的各种比率分析 对不对 实史上呢总共是三大类 常债能力 营运能力 还有盈利能力 那常债能力里面呢 又细分了这个短期的常债能力 还有长期的常债能力相关的指标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比率的计算的时候呢 去记忆一些一般性的规律 那比如说像这个营运能力啊 还有盈利能力 很多指标是符合这种一般性的规律的 比如说农子率 市价比率呢是针对上市公司相关的一个指标 然后就是传统的一个杜邦分析体系 它的核心的这个比率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权益净利率 我们要对权益净利率去给它做一个分解 那最终分解成了就是营业定利率 总资产周转次数和权益成数 那第三个就是关于管理用报表 还有管理用财务分析体系 我们主要介绍了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管理用利润表 还有管理用现金流量表 以及它这个最终啊 根据管理用报表所形成的这个 这个对于权益净利率的分析 那么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 要注意啊 比如说像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和管理用利润表 它都是和这个传统的报表 存在相关的联系的 那像这个资产负债表是怎么样啊 这个权益是不变的 然后在这个管理用利润表当中 净利润是不变的 对不对 那第四个我们谈到的呢 是这个财务预测的方法 我们主要讲了利用销售百分比法 还有这个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等等的 去预测外部融资需求 整体上来看 那这一部分的内容 两个这个比较基础的 这个概念呢 就是外部融资需求 还有融资总需求 我先知道融资总需求 我减去内部能够提供的 那就是外部融资需求了 第五个我们谈到内含增长率的含义 还有它的一个对应的几种计算方法 那内含增长率 那实质上还是一个什么呀 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只不过这个时候 它的销售的增长就完全依赖于什么呢 内源融资 关起门来 而不是打开门去找外面的人 第六个也就是我们最后所谈到的 就是可持续增长率 那可持续增长率 同内含增长率一样 也是一种什么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我们看了它的含义 然后它存在的几个假设 假设一二三四五 我们分成三大块去进行一个建议 关于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 以及如果公司没有去维持它的可持续增长率 而是超过了可持续增长率 去发展的时候 那么不同的假设被打破 我们应该如何去测算资金需求 如何去看看 我这个相应的指标 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好 那结束了本章的学习 相信大家一定会对后面的学习更有信心 因为本章是一个难度的高峰 好 那本章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